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早上呢 我就是已经进行我们家的五花果锈枝 然后让它来养护那果汁 因为我们家的五花果已经开始长出很多果 我已经把那些锈剪的枝条当做这个扦插的 然后经过几个小时泡在锤里 这些水里面呢 我已经擦就放入一些生根基 然后经过几个小时 现在我会开始把它进行这个擦子的扦插 我们看这批已经差不多已经扦插完毕 就剩下一点点那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会把这些新的重新再做另外一次的扦插 OK 我现在会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那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会一个一个的进行这个扦插 今天这个扦插是我们做连续的 连续的这个扦插 连续在一起 然后我们扦插的时候是我们会插斜的 插斜的 另外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压点的方向 不要插盘 上次我有分析给大家 我们插约鞋 它的成功率会高 因为它的水被淘汰的 限制很多 所以它成功率会很高 所以我们最好是插约鞋越好 OK 然后这些沙子的我会当做培土 这些枝条呢 我就扦插的时候 我都不会让它这些干 因为我是马上就是做扦插了 然后我扦插之后 我也还没把那个帆布盖起来 所以我就不用等这些干才扦插 这样子 我扦插到这些干才扦插 有个搭一点的这个枝条 有些那么小小的我也会查看它会不会成功 这样子 OK 这个呢我就是会直接让它去进行这个盆栽 因为它已经有长根了 所以我就不会再做掀插了 我们看这边还剩下一些上一批的 上一批的枝条 我会把它移到这边来 这几个已经长根了 好 ok 这样我们才比较方便的去跟踪 好 ok 这样子我们就是已经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这剩下的最后一批就是这几个而已 十几个小枝条 好 然后这边是新的 新的我们做这个连区 ok 这个呢就是我会拿到外面 我们看算是千叉的结果是这些 ok 这些枝条 有个斜斜的枝条 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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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呢我就是把这些枝条去盆栽 ok ok 好 好 这 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这样子 看 观察一下 看这条叉 长根了 OK 好 今天我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此而已 喜欢的朋友呢 先给我留转 留下评论 等订阅我的频道哦 再见哦